胡仁顺拥有两届的世代资历 本届转战参选第一选区华联市县议员 以新世代新华联为号召 二号上午在支持者的陪同下来到县选委会登记参选 二号上午胡仁顺是在支持者的簇拥之下 来到华联县选委会进行议员参选登记 胡仁顺也指出 华联政治生态绿营有极大的努力空间 相比其他县市候选人在花联参与公共事务 除了要有热情还需要勇气 希望花联县的选民能够给所有青年参与公共事务的年轻人 都能够让他们有这个机会能为大家来服务 那这次以花联县县长候选人国拉斯 以及花联市长候选人谢豪杰 还有我们县议员候选人张美慧 及市民代表候选人庄一杰 欧艳志 田真琪 这次以新世代为出发 希望能够得到县民的认同 未来不论是在县政 或者是在市政 都能够提出更有创新 更有思维的想法 我们一起荣耀花联 花联队加油 在登记时也巧遇相同阵营参选人张美慧 也一同拉台绅士并对这次参选公职的同党参选人加油打气 新时代 新花联 新时代 新花联 胡仁顺 动帅 胡仁顺 阿顺阿顺阿顺 动帅动帅动帅 胡仁顺表示 花联很美 花联很好 但花联的县政与异政 前者失能巴护 后者不够尽力 胡仁顺是花联土生土长的青年 家人 妻子 孩子 都在花联成长茁壮 花联人有敦厚的美德 但不代表不能依法依礼 依民主精神 强力监督宪政 揭露行政疏失 为广大的花联人真正换回 花联真正的美好 记者凌杰 花联市采访报道